袁正出手,范冰冰,冯小刚等明星好日子即将到头。 作者,袁正,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代研究院研究员。 摘要。 当国人把娱乐至死发挥到极致的时候,我们离科学越来越远,孩子的理想是做明星而不是科学家。 我们离思想越来越远,媒体舆论,关注的是明星淡碎这样的鸟事,而不是宣扬思想,开启民智,离教育越来越远,媒体充斥着明星结婚,离婚,生孩子,出轨,找小三等这样的事。 我们离体育越来越远。 如果演艺明星的地位和财富远远高于奥运冠军,哪个小孩还选择练体育呢? 同样的道理,在演艺明星的地位和财富如日中天的社会里,人们是否会安心公正的做官,安心公正的办案,安心做个好医生,好老师,好律师呢? 娱乐至死让人们忘记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文明,什么是进步,什么是价值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游唱后亭花 在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社会,似乎整个人种都在退化 本人支持崔永元先生的揭开演艺圈的黑幕 演艺界人士和脑残粉丝一直以这使市场经济为由支持中国明星的高片酬,说是投资方和明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但事实上,中国明星的高片酬五国务民当别的国家把科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医学家等给人类技术和思想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给予极高的尊崇时 中国人却把明星氛围神灵给以极高的地位和财富 社会病了,病得不轻,主管部门该醒了 一,国产电影有几个好电影能出口创会 国产电影电视依靠中国巨大的人口和市场,产值和票房都快速增长 有没有哪部中国电影电视剧能出口到国外,获得好的票房 美国好莱坞、印度宝莱坞、韩国、日本、伊朗的电影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的市场 而中国的影视巨先有能出口创会的 中国明星的贪婪是世界第一,但作品却走不出中国 作品质量离韩国、日本、印度、香港的影视作品都相距甚远 更别说走向美国好莱坞了 这些高片酬明星也没几个能走进好莱坞 在中国乃至华人地区单一,电影或电视剧的市场是有一定限度的 因此投资额也是有限度的 在一定的投资额下,一线演员的片酬越高 给其他演员、编剧、工作人员、后期制作的资金就越少 导致整个系的制作水平下降 如果拍戏如同木桶园里 一只木桶剩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 而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 只有桶壁上所有木板都足够高 木桶才能剩更多的水 在一个剧组,任何一个短板都可能是细逊色 没有好的剧本,没有好的导演 没有好的配角,没有好的音效 没有好的摄像,没有好的场景 没有好的动画制作,没有好的宣传等等 一个精品影视作品并不是某一个演员就能支撑起来的 在国内一切演员高片酬情况下 国产精品影视作品却少之又少 万片雷片倒是层出不穷 高片酬却非高水准 据东方网报道,相对于日韩与好莱坞明星片酬通常之占电影总预算的20%至30% 而目前中国当红演员的片酬占到电影制作成本已超过50% 中国的影视行业受到国家的保护 要是放开国外影视剧的进口限制且降低税费 谁还看国产烂片呢 2. 市场行为你不能偷税漏税 演艺界大小合同 阴阳合同是偷税漏税的潜规则 如果不是为了偷税漏税 为什么会有大小合同 明明合同金额是6000万元 你签一个1000万元的合同 意义为何 明星把金额变小 是为了烧缴税 若明星的税款由投资方支付 那逃税的投资方 据说大小合同 阴阳合同在演艺记 已是公开的秘密 国家税务机关不知情吗 税务监管在哪里 我作为工薪阶层 每一分钱收入都会被扣税 税法对我等工薪族 是否公平 对明星是否过于慷慨 大小合同 阴阳合同 若不是为了逃税 难道是为了洗钱吗 明星的高片酬 即使是来自市场行为 也应该合法 依靠着中国人民 这么大的人口和市场 还享受着国家对国产影视行业的保护 你等还偷税漏税 国反难容 三巨大的收入差距让明星不稳 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 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 各行各业都不景气 在这种大环境下 娱乐业却一路辉煌 片酬一年一个台阶地涨 30年涨幅超过了5000倍 古今中外 有哪个行业的价格可以30年增长5000倍 羊毛出在羊身上 消费者为影视明星的贪婪买单 高片酬拉高了电影市场的价格 拉高了电视剧综艺真人秀广告产品的价格 加重了经济下行中消费者的压力 中国的电影票叫与中国人的收入相比 那是太贵了 有专家测算出中国电影票叫25年涨了800倍 但从金额看 现在国外与中国的电影票较差别不大 但考虑到人均月收入 美国加拿大一张电影票较近占人均月收入的0.3% 英国法国也差不多 分别是0.5% 日本东京也是0.5% 香港是0.6% 北京和广州则达到1.3% 可见 虽然中国的收入水平是世界中等水平 但中国的电影票叫则向发达国家看齐了 如果考虑到中国国产的诸多蓝片 其性价比是弱爆了 在经济下行之时 各行各业都在营收下滑 财源增加 降息现新 失业增加 唯有影事业 这边风景独好 一个一个的片酬网争相诞生 你让国民情何以堪 2015年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966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95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422元 基层公务员月薪4000元 农村教师月工资2000元 有级别官员月工资8000元 科学家月工资8000元 教授月工资8000元 富士康工人月工资3000元 你中国明星却拿着4天6000万天价片酬 中国明星的人生信条是买买买 北京的豪宅买几处 上海买几处 三亚买几处 到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法国 新西兰买豪宅 拉高房价 普通人买不起 那才叫明星 这些明星到国外购置房产 到洛杉矶购置房产 价值120万美元 到加州圣迭哥购置房产 价值375万美元 这些钱都来自中国社会 都是中国消费者付给他们的钱 无疑这些资产被转移到国外了 中国社会的累进税还比较温和 遗产税没有 慈善文化还很落后 明星的高收入刺激了中国社会的紧张局面 很多民众被下岗 住不起房子 看不起病 孩子尚不起学 不公平感 被剥夺感 被高片酬激起 中国的明星还喜欢炫富 豪宅几处 豪车几步 名牌奢侈品 应有尽有 资产向国外转移 在国外购置 豪宅去美国生子 获得外国国籍 还要大肆宣扬 你不知 君贫富的思想在中国传承了数千年 你不知 数次整风运动就是始于文艺界 你是否害怕 力通外国的是谁 资产阶级走资派是谁 4.中国明星是国家精神造就者 中国的明星无时无刻 不忘记自己是明星 屁事都要拿来炒作 甚至不惜花钱来炒作 某过气女星晒二婚 晒怀孕照 晒妇媚生子 晒伤口感染 晒控告医生 这些烂新闻甚至出现在一些媒体的头版位置 你生孩子关国人屁事 你伤口感染也要告诉国人 这些媒体也是真没格调 几个明星拿着高价出场费 带着孩子在你底里耍宝般的玩耍 观众实在看不出这传播了什么思想和内容 什么跑男拿着高儿出场费 那处丸那处思对社会有多少正能量 有多少贡献 一个人参加综艺真人秀 使卵蛋受伤了 众多媒体的亏音痞就犯了 大肆报道 该人为了炒作 更是嚷着要为淡穗精力写书立传 一个人的淡穗也是中国人的精神食粮 双十一时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报道了阿里巴巴淘宝等平台的销售实况 分分钟突破多少亿多少亿 这是财经大事件 李该关注本是好节目 然而该节目却万分倒胃口地 请来了两位明星坐在演播室 点评 一位是上线歌手 一位是谎信演员 作为央视的财经频道 不娱乐会死吗 一锤定音本是收藏类节目 非要找两个明星来丢人现眼 在央视 明星可以点评财经和古董 在其他地方 明星点评婚姻 明星做演说家的导师 真正的经济学家 真正的演说家 真正的婚姻学专家 在这些电视台原理事事而不见 电视台只需要明星 明星是这些电视节目万能的摩西和先知 不懂经济学的人 可以点评财经大事件 国语都讲不利索的明星 可以做演说家的导师 中国人真笑话 完全赞同崔永元 妥犯冰冰或国家精神造就者 讲一个真敢发 一个真敢领 明星是国家精神造就者 那科学家 教育家 思想家 文学家是什么 中国明星的死 也是轰轰烈烈 网上流传一篇文章 中国科学家的地位 为什么不如戏字 文中写道 一个科学大家地位 远不如一个刚出道的明星 活着的时候 科学家不如演艺明星 死后更是没法比 不协认识 李小文是中科院 认识著名摇杆地理学家 67岁病逝 全国媒体对此 并没有什么报道 安安静静地 死导也符合 不协认识的风骨 与之对比 同期一位刚出道女歌手 患癌病逝 却得到国内几乎 所有媒体的争相报道 舆论铺天盖地 关注这位明星的事迹 举行了盛大的追思会 以其名字 为小行星命名 该歌手去世的两天前 还去世了一位战功 显赫的陆军上将 一篇网络文章提出 女歌手张万年 李小文谁更应该被记住 人们铺天盖地 关注女歌手时 能否给战斗英雄 不协科学家点个赞 没有娱乐明星的年代 人们崇尚英雄 崇尚科学 很多孩子念书的目标 就是要当科学家 今天的孩子 追星成了生活的最重要内容 当明星远比成为科学家 战斗英雄 更有诱惑力 七岁的孩子埋怨我 爸爸你为什么不是明星 我问他为什么要我做明星 他的回答是 你做明星就可以带我参加 爸爸去哪了 拜中国媒体所赐 我们的下一代 关注的是媒体 整天追踪的明星八卦 科学家 专家教授 战斗英雄 在国民下一代的眼里 已失去精彩的印象 科学家的发明造福 全人类电飞机 电视电脑 互联网 都来自科学家之手 但在中国科学家 有多少收入 有多少财富 前学生都是 住百八十平米的旧房子 墨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愿望就是用奖金 在北京卖房子 五 请把明星还原为人 明星WBQ的离婚事件 中国几乎所有的媒体 包括官方的 都对此离婚事件 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报道 老婆出柜经纪人 转移财产 而且涉及的财富 也让人眼红 为民导演CGAC的离婚事件 夫妻之间互相撕咬 妻出轨 夫找小三 美国二处千万豪宅 人类的人性并不高尚 人间有的龌龊娱乐圈都有 对貌 找小三 互相撕咬 转移财产 前规则之外 出轨的有 离婚的有 嫖娼的有 淫乱验照门的有 吸毒的有 酒驾的有 打架判刑的有 被人杀死的有 偷税被判刑的有 人拿着高昂的收入 过着高贵的生活 却为父不仁 新的龌龊事件 都被媒体无限放大 这些人为父不仁的印象 留在社会的记忆当中 污染了社会 给民众特别是青少年 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他们崇拜明星 所以模仿明星 明星从社会拿走的是巨额财富 回馈的似乎不是好作品 也不是慈善和奉献 而是负能量甚至是毒害青少年 去年早就开始做了 这些人也没想到 便能受到 因此已经有毒害青少年 这些人已经脑子 都发生了 在家里面 等于是 这些人 要打算 帮助了 这些人